他們從頭到尾就希望柯文哲關久一點 因為你只有柯文哲被關得越久 他們這些禿嬰才有更多的肉可以啃 我覺得謝龍介那個回復 我第一時間看到說 我以為是人家AI合成惡搞 後來發現原來是真的 這一次你講這句話 我我聽你 賴欣德每天晚上睡得很好 因為他們他沒有在土城裡面 所以自然睡得很好 其實他們在群眾運動的場合 要去講一些撩撥群眾情緒的話 我可以理解群眾運動本來就這個樣子 但是這有一個技巧 就是說你的話你要 你能放你要能收得回來 你話講黃國昌稍微聰明一點 如果如果 當你講如果的時候 就代表他後面都不會做 對對不對 所以我很負責任說他們都不會做 但是張祺凱就嫩了一點 齊凱你真的你白當這麼久記者 凍結總統府預算好啊 動啊刪啊 把那個我跟你講把北索那個在阿伯的那個 求車預算油料費全部刪掉以後就沒有 求車了對沒有以後要改用那個高級房車載他 阿伯怎麼可以坐求車 而且你把台北看守所預算全部刪掉 那他全部就地解散全部都放出來好了 不敢坐為什麼 因為不會得到支持 你們如果真的敢這樣幹 民眾黨就宣布解散 而且我覺得他們最近在幹一件事 他在做人格謀殺 其實這一套共產黨文革最喜歡用 就我沒有辦法反駁你提出來的事實跟證據 的時候我最好方法就是謀殺你的人格 我只要把你這個人格謀殺掉 你在社會上完全沒有公信力之後 你講的話就不會有人聽 所以我問你們 就事論事很難嗎 從上禮拜蔡振元的賠稅說 到現在民眾黨去搞這種什麼陶舍 你不覺得這兩個黨其實在某部分還蠻像的 曾言傑這個反應 我並不覺得當時他覺得鍾小平跟他傳簡訊 想演員那一段 他有不舒服的感覺 為什麼我敢這麼肯定 因為其實身為女性的人大概都知道 如果你覺得這是個耳男 你覺得在那個事件之後 你還會主動跟他聯絡嗎 可是從他的對話時間序來看 鍾小平是先傳嘛 說想演員嘛 對不對 然後後面是曾言傑有主動跟鍾小平聯絡 那代表說你不覺得這個人是個耳男 或是說你直接把封鎖變黑名單就好了 看起來不像 那你為什麼要這個節骨眼丟這種事情 其實我跟你講你這個傷不了鍾小平 因為小平是單身 而且我跟你講 好我這樣講小平你也不要生氣 你也不是靠形象取勝的人 這句話比較傷 小平不會怎麼樣 你現在是說石柱不怕滾水燙對不對 那就是你講的 小平會投三分球 也就是說小平他靠 他不是靠那種就是神聖的光環 換取選票的嘛 那他也之前傳過 有跟其他的這個女性要過電話 因為最主要是他單身 而且鍾小平他這方面 我覺得他是謹守分際 就是他不早已婚的對不對 那這有什麼問題 你覺得你不喜歡他 一個男性對心儀的女子釋愛 如果這個女性覺得不喜歡他 你就拒絕他說我們不適合 封鎖他也可以 對也可以啊 那你幹嘛釋懷跟他聯絡 然後這個節骨眼說 你為求婚不成 所以要打民眾黨 鄭言潔 求婚不成只會打情敵啊 不是 而且鄭言潔你沒那麼偉大啦 然後黃靖怡陳志涵 我提醒你們兩位都已婚 你這個時候跳出來上車是怎樣 證明自己姿色很好嗎 我覺得沒有必要嘛 你幹嘛這樣去謀殺 鍾小平的人格 所以我覺得你們就只要 就事論事 你針對鍾小平的指控 你覺得哪裡不對 你跟他辯論嘛 那去扯到優俗會 男朋友幹什麼 有必要嗎 我覺得這個真的更更生心 不是 好像在他們眼中 女性在職場上有比較優秀的表現 一定不是這個女性的努力 一定是靠男人 對 之前的賠稅說 到現在你靠你男朋友 這什麼時代了 你們還有這麼封建的想法 夠了吧 民眾黨不是號稱 最近部的政黨嗎 還是他們黨都靠這個 這我就不知道了 對 不是你去講這個話 你不是覺得自己很丟臉嗎 更何況是出自一個 很年輕的政黨 一個很年輕的政治人物 講出來的話 拜託 你們不要為了幫柯文哲 或是害柯文哲 我不知道 而失去理性 這樣子搞下去 你們會提早關燈的